新北市交易局目前在市府一楼大厅设有直探中心成果展 每天各场馆都有体验课程 一人号角响起,日前就特别来挑战 两个人合体闯关,完成了六大类职业体验 他们表示过程中非常的有趣 也相信借此小朋友能够获得学习乐趣 并且可以多元发展 新北市交易局在市府一楼大厅设置的新北直探中心成果展 每天在六大场馆中都有不同的体验课程 日前艺人团体号角响起,就特别前来合体挑战 两个人要在现实内完成六大关卡的考验 从工业馆一起组装机器人 艺术馆共同绘画着色 再到商业馆一起贩售商品接待顾客 两人互动幽默斗趣 过程中常常斗的围观民众哈哈大笑 小姐,帮我 帮子 赶快做事 为顾客要怎么办? 浩巧姐,你用自己管自己做可以 浩巧想起表示在闯关的时候非常有趣 相信这样的体验课程 除了可以让小朋友获得学习乐趣 同时也会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之向 有很多乐趣在里头 包括在做三明治的时候 对,像你就很喜欢那一关了 对,因为其实我本身有时候偶尔在家我会做菜 所以我觉得家事类的这一个部分我非常有兴趣 不过严格说起来,这六个关卡这样体验下来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非常幸福,尤其是在新北市政府这边 你看从小就可以开始有这个直探秀未来 开始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里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多元的发展这样 来到了最后一关是由教育局局长林玉华担任关注 两个人必须听题目做出是非选择 过程中号角响起也邀请了台下的小朋友一起同乐 现场充满了欢笑声 教育局局长林玉华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新北市已经设有19间直探中心 希望借此让孩子可以视性发展多元展能 从104年开始到现在 总共在新北市的国中成立了15所直探中心 每个中心都根据不同的职业类别 让我们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同学 就可以来做职业探索 那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 未来能够视性发展多元展能 号角响起最后不忘号召大家 在5月24号前快到新北市政府 来参加各种职业探索课程 只要完成闯关挑战 就可以获得精美赠品哦 记者杨帮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